苹果iPhone14死机了 像这些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它是怎么死的呢 我想把手机上的视频传到电脑上 结果连接服务器的时候死机了 卡死了 这不应该是卡死 这应该是全死 能锁平能解锁 但是看不到后台 控制栏能打开 然后它不能运行所有的东西 像计算器 照相机 定时 看来只能关机了 Hi Siri 关机 看来联网也死了 电源键和音量键 按住 关机都不行 那看来只能找苹果客服了 刚才致电了苹果技术支持 问题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iPhone如何强制关机 那就是快速按一下上键 再快速按一下下键 然后再按住电源键 大概五秒 六秒 十来秒钟的时候 它就会强制关机了 再说一遍 快速按一下音量上键 快速按一下音量下键 并不是按住啊 快速按 按一下 按一下 然后右侧的这个电源键按住 不要放手 大概过个几秒钟 它就会强制关机 按下键